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目前台灣總統和立委選舉已經結束了 正在點票當中 官乎目前的走勢 蔡英文也有很大機會督定連任 根據目前所點算的票數顯示 蔡英文自己一個人就已經過半了 而韓國瑜和宋楚瑜加起來都不過半 所以勝出總統的機會都相當渺茫 至於分區立委方面 由韓國瑜擔任市長的高雄市 八個分區立委議席當中 都是由民進黨領先 國民黨很大機會全軍覆沒 所以總的一句來說 今次的總統和立委選舉 國民黨就輸到八戒 民進黨就是大勝 我們一起分析一下到底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 首先就是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為台灣選舉帶來的效應 其實在一年之前 大家可以翻查台灣的新聞 當時蔡英文真的不是多少人看好她可以成功連任 因為她過去的三年 事實上她的政績是佛善捉塵 而且很多人都批評她是空心菜等等 但是自從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展開以來 整個形勢就逆轉了 民進黨成功找到了反送中運動的機遇 就是台灣人所說的就是蔡英文檢倒槍 你檢倒槍也要有人送子彈給你 誰送子彈給她呢 就是中共 林鄭 鄧炳強 盧偉聰這些人 你就是台灣帶來一個非常差的示範 而且現在說蔡英文能夠檢測槍 那你韓國瑜為何不檢測槍呢 這就是一個問題 國民黨自己本身也是很有問題 在反送中的取態上 民進黨作為執政黨 起碼在口頭上也聲援一下香港人 但是你國民黨作為在野黨 當然有兩個因素 第一就是他們所謂在野黨的情意結 有藍綠對立的情意結 當民進黨在反送中運動表態以後 他是聲援香港的青年 同情香港的學生 國民黨就愚蠢得要跟民進黨對立 民進黨反送中 國民黨就反反送中 一群唐雙龍 藍營的KOL 在你的節目說些什麼才行 詆毀香港的學生 又說他收了錢 大家可以看看邵康戰情室 你這群藍營的KOL說些什麼才行 還有藍營的國民黨的立委 不斷批評香港的學生 不斷批評香港的示威者 這就是給台灣的青年 一個很壞的印象 再加上在兩黨的選舉操作影響之下 最後就變成了世代之爭 台灣的青年大部分都變成支持民進黨 或者是綠營 國民黨有什麼人支持你 只剩下50至70歲這群最核心的人 或者是軍公教的基本盤 最後仰衰到在做世大會上 要找到政治金和趙少康出來 幫你穩住軍公教的基本盤 你知道他輸得是正常的 除了剛才我所提述的 藍綠對立的情意 使得國民黨有這種取態以外 還有什麼因素影響到 他在反送中這件事件的取態呢 其實 蔡英文檢渡槍 你韓國瑜也可以檢渡 你不檢渡的原因 可能是國民黨裡面 真的可能有些人投了一共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我不知道我沒有證據 但是有些人比較親中 這個就肯定了 這個就肯定是有證據的 而且你親中的人 是不是你要顧及在大陸裡的利益 所以你就有這樣的取態 你國民黨當中有些人 所以你就令到那些青年失望 就算共產黨不出聲 我相信國民黨裡面 有些人都會自我審查 自我閹割 不敢在反送中裡表態 去同情示威者 同情青年 反而去同情警察 死不死 整個青年世代不會支持你 就算在台灣也 這些是白痴的 對不對 既然國民黨在反送中運動的取態 民進黨當然會將這個議題順手黏來 大家可以看到 無論在民進黨的選舉廣告 或者是他們的做大會當中 都是不斷地提及到香港現時的情況 很明顯 就是他認為這個因素 是可以幫他在選舉上 拿取到選票 所以他就不停地說 這個是毫不備諱的 但是你也不能批評別人 這個議題就放在這裏 民進黨拿來用 你國民黨為什麼不拿來用呢 就是你笨實 所以這些是活該 還有國民黨有什麼問題呢 內鬥內行 外鬥外行 其實由你國民黨提名期開初的時候 已經是分崩離戚 已經是離心離得 在這個初選階段 韓國瑜就和郭台銘鬥得五顏六色 難分難解 當時國民黨弄了一個初選機制出來 就說要做民調 但是民調只是撥打顧網電話 就不打手提電話 其實這樣就是對郭台銘非常不利 根據趙少康的分析 郭台銘的粉絲叫做經濟藍 知識藍 那些人就不會在家裡等到顧網電話 等你國民黨委託的民調公司打電話去 所以是聽不到電話 於是他就好像只有一成幾個支持度 韓國瑜的韓粉全天候動員 在家裡等電話 於是在初選當中大勝 好像有四成幾個支持度 但是選完之後又整合不了 郭台銘還索性退黨 在民眾黨和親民黨的大會當中 又看到郭台銘的身影 即是說他已經完全背棄了你國民黨 好了 黃金平又怎樣呢 他本來也參選後來 不知道自己沒有人也好 他被迫退也好 那就不選了 不選的時候 他有沒有盡力幫你這個韓國瑜 又沒有 侯友宜也沒有 當然最後一個星期就說是整合成功 問題是你最後一個星期才整合成功 就是趴硬街 還有那些根本是給免派對應酬式 在你所謂的造勢大會當中 全部都站起來 所以什麼呢 結果選舉點票的時候 已經是開票箱 就知道什麼事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韓國瑜本身也是有問題 加上網軍大戰 先說你韓國瑜有什麼問題 去年其實只是投一個票而已 那票不是投你國民黨 那票是投給土厭民進黨 因為事實上就是 過去那三年沒有什麼政績 而且經濟又搞不好 好了 你去到今年的時候 反而變成了土厭韓國瑜 這就是整個網路現象的逆轉 為什麼在你九合一選舉當中 國民黨可以大勝連贏十五個院士 去到今年就輸出了 就輸出了 所以真的成也韓國瑜 敗也韓國瑜了 本來他在去年 就說自己在搞這個叫庶民政治 就說一些非常親民的語言出來 當然得到市民的好感 得到市民的新鮮感 好了 但是過了大半年以後 你依然還在說這些話的時候 而且就顯示出你對政策不熟悉 而且經常性亂說 於是那些有心人 就將你那些失言的對話 放在網上阻剪又剪 那你就出醜於人前 還有 你在選舉論壇那裡 選舉論壇就是表述政見 就是要將自己的政綱拿出來比拼 你只是在那裡吼吹 而且又在唱歌 或者在喊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 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還有 第三件事就是世代之爭的問題 當然兩黨其實都有用 這件事不能歸咎於任何政黨 民進黨善用網紅的版塊 非常善用網絡 國民黨真的拍馬都追不上 你真的廢得不肯 蔡英文跟很多網紅合作拍片 而且這次的選舉 就很肯定 就是給台灣人說了一個現象 網絡的影響力已經大了 那些傳統媒體 甚至是你再搞這些做世大會的影響力 你做世大會 韓國瑜當然有很多人 問題是那些人 很多都是重複的 而且有多少人是地區派系動員的 有多少是漁會、農會、花蓮的人 都是動員的 大家心知肚明 國民黨在網絡的動員當中 真是弱得很厲害 好像完全棄手了 好像完全不需要青年選票 但是去年贏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你也是靠網軍動員 今年好像完全無法發揮作用 反而民進黨在這方面非常成功 所以在青年年齡層 國民黨一定會輸到糟糕了 問題是當現在輸到這樣的程度 我相信每一個年齡層 都是由民進黨贏的 最後我想說說香港人對這場選舉的看法 根據我的觀察 不少人都會認為這次的台灣總統和立委選舉 是一次公投 什麼公投呢? 就是民主和獨裁的對決 即是說撐民進黨支持民主 撐國民黨支持獨裁 但我覺得這種看法 其實多多少少 是將香港人的主觀願望投放到選舉當中 我不覺得國民黨贏了 台灣的民主就會完蛋 因為台灣的民主是有憲法保護的 而且台灣有他自己的總統 而且有三軍 根本上犯不著向中共投降 就算被他贏了 可能他會非常親中 可能他會在經濟上 非常大程度上依賴中共 但我不覺得台灣就會消亡 或者將中華民國收皮 就算國民黨贏出也好 當然現在不用說這件事 因為他已經輸到糟糕了 再有機會是四年之後 假設國民黨不分裂的話 另一種看法就是 這次的選舉 其實是親中和親美的公投 我比較貼近這種看法 有什麼人說這種說法 陶傑也有這麼說 支持蔡英文民進黨 就是傾向親美一些 支持國民黨或韓國瑜 就是比較親中一些 這種說法我覺得比較客觀一些 比較忠肯一些 而且比較貼近事實一些 因為韓國瑜的口號叫做 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台灣安不安全我就不知道 反正他當選的話 一定會在經濟上靠攏中共 問題就是當你過分依賴中共的時候 你整個國家就會被大陸來探製住 大家只要看香港的旅遊業就知道了 當香港的旅客過分依賴大陸這個單一來源地的時候 當他一收網 自然就有很多行業是受到連累的 但是加上現在國際的形勢 整個格局是有大轉變的時候 他不靠攏大陸未必輸的 未必衰的 所以台灣人民就作出了他自己名智的抉擇 其實現在回頭看 國民黨當初如果找郭台銘去選的話 未必贏但起碼不會輸得那麼難看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